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 大家早上平安 欢迎回来 线上每日曙光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什么主题呢 就是 敬拜就是取悦我们的上帝 我们看诗篇37篇第四节 他说 你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敬拜就是 以上帝为乐 取悦我们的上帝 我还记得 我常常呢 很喜欢 就是穿凉鞋 或者是穿拖鞋外出的 因为这样会 使到我的脚凉快一些 那我记得有一回呢 当我要外出的时候 我的儿子就告诉我 他说 妈咪出远门呢 不要穿拖鞋 要穿球鞋 那他就指定我要穿某某的 一双球鞋 那会走得更加舒服点 那一天呢 我就看见我的儿子 就在那个鞋架的范围那里 弄一些什么 忙一些什么的 那我就偷偷的 瞄了他一下 到底他在做些什么 原来呢 他竟悄悄的 在那里为我 清理和骂干净 我即将要穿的 那一双球鞋 准备外出的那一双 哇 我的心那个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们 是多么的喜悦 竟然 我的儿子 为我 准备好 这一双鞋 好让我准备外出 穿一双 干净又舒服的 凉鞋 广东话有一句话说 这也打一声啊 你看呢 这是出于他 自愿的 并不是 我吩咐他 或者是 强迫他去做的 而且还是呢 他用一颗爱心去做 当时 我是在想 若是他开口说 他想吃什么 无论是KFC也好 或者是MACD也好 我相信当时候 我会祝福他的 我们来看呢 大卫王如何取悦 天父上帝 撒摩尔基西亚的第七章 大卫王 他为了要取悦上帝 他想为上帝造什么呢 建造圣殿 可是上帝却对他说 我会建立你的家 我会建立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永远的被建立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这是撒摩尔基西亚第七章十六节这样说的 虽然上帝指定建造圣殿 不是大卫而是他的儿子 所罗门 但是因为这个大卫呢 他很愿意 他那愿意和爱服侍上帝 服侍神的心 他的中心 他的尾声 达到上帝的心 触摸上帝的心 上帝的心被他取悦 因此神的话语说 上帝必会在他心里面 所求 所想的都赐给他 在我的结论 一个敬拜上帝的生活方式 就是常常深深的取悦我们的上帝 那转过头来呢 上帝会供应和赐福我们生命中的需要 无论我们是在家 在教会 在职场 在学校等等 让取悦上帝 成为我们敬拜上帝的一种生活方式 和成为我们生命的文化 愿神赐福大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